你好,大家好,乔老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期全新的Nike OLED探电视频 自从更新这个主题之后呢,我感觉数据都还不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固定更新这一个系列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品牌的OLED探电视频 OK,今天我们要去的是Vegas这边的陈北奥了 已经很久没有去光顾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在新年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惊喜的发现 废话不多说,Let's go 很难得来一次享受好好拍拍拍的 结果电视冲好了,居然没放卡一杠 只是被自己给无语到了 那今天就只能先用手机给大家记录一下 我们先外围打量一下 粗看一下,感觉今天有不少实鲜货上架哦 今天篮球鞋的选择非常丰富,而且价位都挺低的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今天AJ是得占两个货架了 说明东西非常的多 那么就先从AJ的这一栏开始一点点往后看 首先是一双白灰配色的AJ2 有一点做旧的细节啊,是从170刀打到140刀 这双粉红色的第一桶AJ2呢,是从150刀打到了120 再往里面是有一双白橙配色的店铺联名AJ2 这双鞋子其实在质感和设计上都挺不错的 不过225的发售价实在是有点高,打了7折也不便宜 在二级市场上可以更便宜的拿到它 我们来看看另一面的货架上是有一双白灰配色的AJ6 这双鞋是200刀的发售价,也没有额外的折扣了 没意思啊 边上有一双黑蓝配色的AJ7是达到了160刀 其实这双鞋子的质感还挺不错,它上面的这个帆毛麂皮还是挺有刷色感的 接下来是一双红外线配色的AJ7是从200刀打到了130刀 这个折扣力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剩下的存货就只剩这些了 这双米色的AJ7是打到了130刀,但这还不是达到最低价 我看到有些博主发现有些地方已经打到了110刀了 这双低筒的AJ11在用料和配色上其实都还不错 不过没有折扣,仍然是185刀 稍微穿插一下,后来我去了女生的AJ区域 那边选择也挺丰富 有一些AJ5低筒还有非常充足的AMM12代 白色和黑色款的都有,只可惜男生码最大就只到10码了 仍然是有不少男同胞抽走了仅剩的几个大码 往后面篮球鞋的区域看看,莫兰特的鞋感觉始终反响不是太好 银白配色的字母哥5代是从140刀打到了80刀 字母哥那些支线篮球鞋其实价位都挺不错的 基本上全都在50刀左右 这支Air Max 1的拖鞋其实还挺有意思啊 就是没什么必要收啊 这边是有一双紫江红的Dunk是125刀 没有任何折扣,pass pass pass 后面的这双詹姆斯1代First Game配色已经在这里好久了 死活不打折,算你厉害 在休闲鞋区域是有两双P6000 这个鞋型最近的热度是有上升的去下 有不少人觉得它可能会是下一个Bemiro 5 那大家觉得这双鞋子在接下来会不会活呢 之前想要重新活一把的Rosira 现在是越打越便宜了,已经打到40刀了 这个配色一看就是借鉴了以前Air Easy的一个银白配色 Mac戴这个鞋型去年是活生生的被Travis Scott戴火了 一直挺好奇他的脚感啊 今天有这么多现成的我们就来体验一把 这双鞋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它完全不适合宽脚穿啊 你就算买大了半码,它前面的空间是足的 但是左右边呢还是非常的累啊 这双鞋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窄 宽脚真的是不太合适 看到这里常规货架上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关注的了 我们来看看断马区有没有什么可以简陋的 第一眼相中的是这双巴克利的鞋子 总感觉今年会是一个复古篮球鞋新奇的一年 一双铁青色的Dunk感觉还蛮好搭配的 都没有价钱感觉是别人退下来的 一双白色的Air Trainer中底是做了一些做旧的处理 这双灰黑配色的Air Max Plus感觉也挺不错的 还有一些红色的点缀 下面有一双全黑配色的Vemiro 5 今天断马区的东西还挺丰富的 边上有一双海蓝配色的Air Max 1 最后有一双Georgia New Retro 去年最没有必要复刻的一双鞋 今天看的都看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要选择一下今天我要带走哪一双 首先是这双Air Max Barclay 我对这双鞋的配色其实还挺感兴趣 而且它的气垫是有一点微微泛红 这双鞋还挺特别的 再来是Vemiro 5 这双鞋子已经火了一段时间了 一直听说它的脚感不错 今天真实上脚之后的确是挺惊人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演播厅 看看我最后选了哪一双 对我来说吧 制作Outlet是并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控制不住买买买啊 我... 老师跟大家讲 有好几次我去都只是想要去收集一些素材 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 跟大家一起分享 只是一到 我就忘了一干二件 完全失控了 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收了哪些东西 今天一故事收了三件单品 全部按黑席 Cover全身 我们就先从上半身开始吧 第一件是Nike Solo Swoche的一件帽T 非常简单的一件基本款 面料偏厚非常适合现在穿 基本上外面加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就可以出门了 尺码上这件也是偏大的 乔找是183 90公斤 这件衣服穿L码就已经正正好好了 然后说说Nike Solo Swoche 我对这个系列并不是特别了解 我听说好像是Nike Lab其中的一个系列 又有人说呢 它是Nike Lab下一集的一个系列 但不管怎么说它的定价是不便宜的 这件基本款帽T它的原价是90刀 不过今天在Outlet呢 是达到了35刀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它最后是达到了18刀 这件同款的全白配色 在美区的Nike官网上面也是有个六折的活动 但如果你最近刚好是要去Nike Outlet的话 千万要去找这件衣服 真是太划算了 下一件是Nike Tech Fleece 系列的一条 阔腿裤 乔老师个人对于Tech Fleece 系列呢 是充满好感 它的面料不起球 不走形 非常耐穿 而且Nike现在为了铺张这个技术 做了很多衍生产品 像这种阔腿裤 封衣 围巾手套 不是每个单品都有人气 这是好事 因为Nike Fleece 打起折来也是毫不吝啬 说回这件裤子 它比常规的Tech Fleece 收口裤大不少 所以我买小的一码 穿了L码的大小是正好的 然后这件裤子也没有过多的去显示Nike Logo 所以你配什么鞋都是挺好搭的 最后来到鞋子 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 就是这双全黑Nike Vemiro 5 其实当时这双和Charles Barkley那一双 的确让我小纠结了一下 因为两双都挺经典的 但最后想想还是比较需要一双 我平时真的可以经常穿的一双鞋子 那双Barkley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的脚感真的不是特别友好 尤其是对于宽脚的朋友们来说 它的上面那一条条的宽颈带设计 不管你大半码还是大一码 它都很紧 所以你穿进去就是觉得很勒 我觉得长时间穿是不太合适的 那说到脚感 Barkley Miro 5 在这方面是碾压性的胜出 我们再可以细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设计 这边的一些线条性的设计 还有这边的一些骨架 都用的是3M材料 可以反光 然后在它的鞋带这里的鞋带孔 也用的是这种塑胶的皮质设计 增加了一些它的反光性 所以整双鞋虽然是全黑了 但是在一些细节处理方面 都是非常到位的 那最后拿下它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不是那些花言巧语了 就是它的价位 各位观众我们看一下它的价位 我们来看一下 75刀 75刀啊 OK我们看一下它的上角吧 以上就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如果大家对某一样单品很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货号放在下面 或者是放在视频的某一个角落 如果你都找不到的话呢 那可以私信我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你在OLED 都找到了哪些狠货 或者你找到了哪些极限折扣 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OK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差不多 我们下期见 Peace